美国与俄罗斯12月8号达成了换球的协议了 美国同意释放俄罗斯军火商死亡商人布特 以交换在俄罗斯坐牢的WNBA球星女蓝魔兽格林娜 好 另外还要告诉您的是 工会已经说了超过1000名的美国纽约时报的员工 在午夜发起了大罢工 这也是超过40年来纽石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劳工行动 好 关键的真结点在于管理阶层拒绝 按照通货膨胀的水准 帮员工加薪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到访沙国 同时出现了第一届中国跟阿拉伯国家领袖的峰会 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还将对沙国进行国事访问 好 至于沙国当局这回派出了6架的 礼宾护卫机沙国之音 随行扮飞习近平的专机 当然高规格的迎接 习近平他也投书当地的媒体表态 将会加强全面战略的伙伴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 但事实上呢 在美沙关系降到冰点的此刻 中沙两国持续的深化合作 除了能源 在基建武器上也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大批礼宾护卫队员骑着大型护卫摩托车迎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 除了有沙国空军四架战机护航半飞 习近平的专机飞入沙国领空后 沙国更派出六架礼宾护卫机沙国之音随行半飞 还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国大陆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 最高规格迎接 巴瓜利亚德省长外交大臣 中国事务大臣以及各大王室重要成员 早早就在机场等待迎接习近平 沙国极为重视习近平的出访 就是因为沙国想积极寻求和大陆合作 也传出中沙将签署价值近九千亿元新台币的协议 包括地区安全 双边投资 加强贸易伙伴关系以及能源议题之外 石油 基础建设以及武器都是合作项目 中沙也在基础建设上合作 包括沙国西海岸的沙岩布链场 就是由中国石化及沙国石油公司合资建设 投资额超过八十亿美元 另外在能源方面 大陆也是沙国最大贸易伙伴 大陆占了所有原油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 沙国海关日前公布数据 今年前十个月共向大陆出口 七千三百八十万吨原油 为此沙国还从十二月开始 下调销往亚洲市场的原油价格 并调高向美国市场的出口价 而习近平在沙国媒体里 雅德报上发表书面谈话 表示将继续共建一带一路 并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对比中沙关系合作深化 美沙关系则是陷入低谷 为了平稳国内油价问题 七月时拜登特地飞往沙国 会见沙尔曼 两人碰拳看似破冰 但在关键能源议题 却没有太大进展 而对比习近平获得的最高领域 拜登的出访相对低调 不难看出沙国转往寻求 和中国大陆合作的意图 外界也关注习近平 是否会趁机推动沙国放弃美元计价 改采人民币作为 使用贸易的结算货币 恐怕也使美国势力 在中东更趋边缘化 记者立定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指出 美国的国务院已经批准 向台湾出售4.28亿美元的 军机零部件 旨在帮助台湾的空军 提升战备能力 以因应近三年来 频繁出现在台海周围的 中国大陆的战机 不过路透同时点出了 美国国会提到 在未来5年计划要向台湾 每一年提供20亿美元的 无偿军事援助 总值达到100亿美元 该案预计将会在 12月底之前通过 并且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 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搞以台制化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